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赵哥开讲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盘是得35点 那我们刚跟你讲说今天应该是先下或上 但是这个先下或上我比较倾向怎么样 今天应该要说红 今天应该说红 但是只是说小黑并没有说红 所以抱歉昨天我跟你讲说今天应该要说红 但是我跟你讲说测试低档之后 至少会留下一个长的下影线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比较倾向说今天会说红呢 你看一下 我跟你讲说四档群职股 台积电 我认为今天跌到 今天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有进来收听已经都知道 我跟你讲说台积电跌到995块到990块 这个地方各位 你就可以进了 995到990块 那今天跌到992收在怎么样 1000万 这个应该会收红 今天更应该应该是怎么样 收在1010 我认为它应该收在10 那没关系 明天如果再下来测试就这样 那为什么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昨天我跟你讲说 如果你做破断的染 适当股票 台积电 红海 伪壮 广达 你自己去挑 你喜欢哪一档股票 你就买哪一档股票 买一点点 那小资金的等下礼拜二 到礼拜三 我再跟你讲 好 那为什么跟你讲说 今天应该要说红呢 因为KD指标已经到达 低档 而且打什么 RWD 这个在杀低有限 纵然这个利用外资再卖 那跌到这个地方 人家也不怕 外资继续买 好 再来一档股票2382 昨天我跟你讲说 如果你喜欢广达的 你红低也可以伏起一点点 因为跌到怎么样 跌到这两条线 好 外资还是在卖 投线这个外资卖 我跟你讲 跌到这个地方卖 以我观念而言 我并不怕 并不怕 因为等到这个低点 各位投资人 你看一下 这个低点你才在卖 那这个高点 你知道 所以他们操作股票很奇怪 都是高点 各位 各位 这不是我在讲 不是马洛炮 那高点 外资大买 投信在买 等到跌到这个低点 跌到这个低点 各位投资人 你自己看 外资在卖 所以这个地方高档 外资投信买 告诉你有人怎么样 卖 对不对 所以高档卖给投信外资的 卖的对不对 对 那投信外资买高档 跌到低档投信在卖 那人家在高档的卖人 当然低档就是怎么样 就回补 所以跟各位投资人 所以你要配合这个即时指标 好 再来三二三一 我也跟你讲 下来打WD 好 再来一档股票 鸿海也可以接 但是鸿海昨天 外资卖的比较多 这一档股票还要做震荡 那原则上我跟你讲 这个前置股再搭配怎么样 二十五四今天也不跌了 所以应该怎么样 要稳住 但是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今天 他们用一个说法 好 注意听 五二四三 这个股票怎么样 五二三四 这个股票怎么样 杀跌停板 各位你会不会怕 不要骗人 你一定会怕 这个不要骗人 这你一定会怕 好 再来一档股票 二三一二杀跌停板 你会不会怕 不要骗我的啦 你一定会怕 那为什么要把这些股票杀跌停板 非常简单的逻辑 因为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当时涨到这个地方 我就一直跟你服饮 这个绝对高估 你不要被盘面所影响 拉上来你红高都是卖 为什么 因为今年前三季EPS只有3.8 以前的EPS 5块4 5块6 最高 5块6 各位 5块6 杀跌停板 你觉得还高不高 我跟你讲 还很高估 还很高估 那为什么金宝会杀跌停板 因为他怎么样 涨到这个地方我跟你讲过 我KD在高达 那这个杀跌停板 我并不怕 因为这一档股票怎么样 低价 就像昨天我跟你讲 低价股 你要注意这一档股票 昨天虽然重挫 我跟你讲说 今天会反弹 不 涨重挫 我跟你讲说 今天会反弹 不要怕 我们看一下他的走势 我还很强 啪啪啪啪 开高走高 拉到涨停板 杀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拉上 这一档股票 跌到这个地方 已经差不多了 好 所以今天用一个手法 5234跌停板 不懂基本面 不懂内涵的投资人 一定会怕 他看到怎么样 大兴材料跌停板 低价股的金宝跌停板 他认为这个世界末日要来了 所以有很多 我跟你讲 有很多不懂基本面的人 会不分红 不分青红照盘 也把好股票杀下去 他目的就是要这样 让你怎么样 把好股票也杀下去 结果杀下来 高手 再接 液机股 譬如说我跟你讲 你看一下 30 3017 不吧 套上 达兴材料就杀跌停板 你会不会怕 怕 结果你怎么样 你也把好股票杀下来 人家在这个地方接走 人家在这个地方接走 6274 人家在这个地方接走 3706 这个地方会 这一支股票做当中 人家在这个地方接走 2356 人家在这个地方接走 好 你看一下 车店 我跟你讲 车店都可以买 1319 对不对 这个地方把你接走 1524 这个地方把你接走 1522 这个地方把你接走 3715 这个地方把你接走 好 更强盛的股票在什么 所以 各位投资人注意听 未来四天内 还一样 会用高估的股票 哪些高估的股票 重电股 一个族群 机器人 一个族群 西光子 一个族群 设备股 有些设备股很高估 但是有些设备股 我跟你讲 所以这一档股票 各位投资人 你不要怕了 这一档你不用怕 但是各位投资人 这一档股票你要小心 我已经交代了 月季是逐继下降 所以 礼拜五明天 下礼拜一 下礼拜二 下礼拜三 依然一样会用高估的股票 我跟你讲 明天可能用怎么样 高估的细光子 或者机器人 当中有不少股票杀 重挫或者出现跌顶板 那各位出现这些这样 你会不会怕 你绝对会怕 因为你不懂基本面 好 那你不懂基本面 跨的这些股票跌下来 跌顶板 有些投资人怎么样 不分青红照白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就把怎么样 统统杀了 各位 当你统统杀 你把好股票杀下去 他再怎么样 一点一滴的把你接走 下礼拜一一样 又会用这四大高估的族群 有些股票会杀 再重挫 再跌顶板 所以还要失天 各位 那我这样讲 投资人就懂意思 你要懂基本面 我跟你讲说 六二三四 这一个一个怎么样 刚才跟你讲的 新材料 五二 五二三四 各位 前三季EPS三块 三块八一 各位这一档股票 前三季EPS4.95 打新材料 前凌EPS最高 五块四 二四七二 对不起讲错了 这一档股票 前三季EPS4.95 前年EPS6块8 6块8再怎么样 75.9 五二三四 五块 五块四五块六 比利隆还低一块三 结果利隆在七十几块 打新 在两百零四 所以这一档股票 还有得修正 还有得修正 所以我跟你讲说 高估的股票 各位说你绝对 不要跟人家瞎起哄 你瞎起哄都要付出代价 所以我认为四大族群 各位 1514为什么一直破敌 为什么一直破敌 1519为什么一直破敌 1503为什么一直破敌 各位 你当时在这个地方 追的好高兴 这个地方重电股 台队雇王电论 什么重电股 未来的需求怎么样 业绩绝对没有问题 我跟你讲 那些老板出来这样讲话 跟你讲 不见得是讲实话 我不好意思讲了 你还当真 那如果业绩没有问题 股价怎么会跌得这么凄惨 股价怎么会跌得这么凄惨 1514股价怎么会跌得这么凄惨 那我早就跟你断定说 这个族群高估 你不要碰 佛真人听得进去 都避开重电股 但是重电股跌到这个量会缓难 我跟你讲 跌到这个量会缓弹 所以各位说 你如果你持有重电股 你不要杀低 好 所以第一个重点我跟你讲 明天依然一样 会用高估的股票 重挫 我希望它跌定板 那这样你就会怕 那怕你就不分青红照盘 把好股票坏股票都杀出去 那当你 把好股票杀出去人家就怎么样 在贱 在贱 等到这四天之后 这样的一个冲击接完了之后 各位投着脸注意一下 配额 大阪 KT指标到达地档 所以各位记得 我跟你讲 明天到下礼拜三之间 这四天都会用高估的股票 弄错或者跌定板 来吓你 让你怎么样把好股票也杀出去 结果他们在进好股票 所以这一段期间我一直跟你们讲 你们有没有听进去 我跟你讲说关税 对 高本利比股票 各位投资人 这个 200多块 EPS还是负的 那客观税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觉得会怎么样 好 1597 EPS 客观税你觉得会怎么样 4576股价还在100多块 今年EPS 8毛钱 那如果被客栓你去客观税之后 你会觉得怎么样 所以我 已经在三个礼拜前就跟你们讲过了 高估的股票有弹升上来 他会反弹 你要利用他反弹怎么出货 就像走前天我跟你讲 有人说机器人又活了 真的活了吗 各位 我一直跟你们讲 各位 我讲说这个弹升上来你一定要卖 这天多少 141.5 各位今天到多少了 132 8374 那一天是不是 拉到接近涨停板 我跟你讲说你利用拉上来怎么样 你一定要跑 那天高点多少 142 今天多少 126.5 所以各位投资 人家都已经在出货了啦 你不能说 我苦口婆心一直跟你讲 各位投资 你不要傻傻的 客观税 会 对高本益比股票 或者怎么样 厚利一点点 不关税又变亏钱 准利两平或者小亏 会变成大亏 所以每个人对这一种高估的股票都在怎么样 撑你走啦 你不能都在撑啦 你怎么没这种股票 你不要傻了 黄老师 这么激动是因为什么 苦口婆心 要救你们 真的赚钱不容易啊 各位 我恨不得 真的能够帮助散付 各位 但是 业绩股 各位 我跟你讲 不用 怕 不用怕 所以我跟你讲说大陆的股市 我跟你讲好 第二部分我们看一谈 大陆股市 在这个地方落底 各位投资你注意一下 好 这个地方会开始怎么样 会开始反弹 但是不是一直涨 昨天涨400多点 今天回挡正常 好 上海A股 对不对 这个地方落底 昨天涨52点 今天回14点正常 好 大家来看一下 各位 我跟你讲 有没有 我前天跟你讲 这一些都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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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我没讲错 我们看一下 1569 这个严重高估 EBS付2块4 各位 付2块460 蓝桥 4块钱 53.3 所以各位 你蓝桥可以开始慢慢的布局 好 细码 EBS付1.3 40.3 所以我跟你讲说细码一定会修正 无保 有没有修正 各位 细码 有没有修正 修正 所以你要拉回怎么样 拉回到金利KY 好你看一下金利 8429 你看 你看一下涛地 今天比较可惜开高走低 但是没关系 因为他已经到这个地方 他是 这个 在蓄积动量 在蓄积动量往上冲 各位明天也就低档有限了 好 各位投资 好你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回答 EBS付1块 好 3323 3323有没有回答 回答 KD交叉 好 你再看一下 加百亿 付1块钱 百合 来看一下 对不对 你看一下 6558 有没有回 回 KD 那我跟你讲 我前天就跟你讲过了 这些高股的股票要回档5到8天 回档不是拍待机 是何待机 再印量怎么样 下一波的上涨行情 可是各位投资你注意一下 你更应该红低不及怎么样 这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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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块钱股价在29.65 你不要你要买付1块钱的股价在37.3 你要买 你要买0.08的EPS在34.85 1块钱的股价在29 好 所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百合 有没有 倒倒起来 所以 我跟你讲说 好 各位投资人 我再让分析各位投资人 你就很清楚 好 你再看的 这个都一样 明天这一档股票 各位你看看 1块钱来保 也没有多好 来保 1块钱股价在55.9 2块6股价在49.2 那这一档股票 我认为他会震荡走高 阶梯是走高 来保 可是这一档股票 明天 注意 好 明天 应该是怎么样 会表现不错 那来你看一下 汽车股 我也跟你讲说汽车股 讲了不要讲了 你一定要听见诀 定颖 东阳 提威西 还有怎么样 朝威 4块2股价在60.7 1块1的股价在88 所以明天 爱赛利 我跟你讲 四大高股股票 可能有两个组减会 有些部分 个股会中错 甚至怎么样 出现跌定版 为什么要这样 吓你们 黑丘 那你们会怕 也把好股票杀出去 结果他怎么样 他准备接好股票 今天你们把好股票也杀了 他把他接走 懂懂 懂你 所以各位 明天如果那些股票有中错 大跌 不要意外 那如果四大高股股都怎么样 都小跌 或者还甚至上涨 那我跟你讲 低本益比的股票 更应该上涨 就是这个逻辑啊 所以看一下东阳 定盈啊 对不对 哑光啦 你懂好 你再看一下这一档股票 各位 你给他比较看 系统 这个第三季是亏损 短亏 第二季0.29 第三季是 那钱里EPS0.8 0.8再43.95 3块2 再38.6 这一档股票小心 这一档股票 我今天正式讲 稍微 为什么跟你讲说要小心 各位 各位认言注意一下 好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这个地方写错 是负0.52 不是正0.52 对不起 这个地方是负0.52 你看一下 业绩足迹怎么样 正0.17 负0.12 这个地方是负的 不是正的 负0.52 前三季EPS是怎么样 负0. 而且你看 10月营收 占第三季多少 23.7 有没有达到 33.3 差30.33 33.3 一大截 钱里EPS 负0.6 比这个还差 这个 这个还会上 这一档股票你注意 那尤其怎么样 对 所以今天开 为什么开低走高 人家就接走了 各位 你杀下来人家就把你接走了 有没有 人就来接去了 152 人家就把你接走 1319 人家就接走 3715 人家就把你接走了 懂不懂意思 所以你要了解基本面 这个讲完了 再来很快 各位投资 注意一下 再来看一个 看一个 金居各位投资 我跟你讲 光临 2 3 70 7 3 5 57 这一档股票要大修正 你相信我 会大跌 好 会大跌 广运负0.3 82.5 利敦3.5 41 各位 你知道落差 多少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 高股的股票都应该修正 但是我跟你讲 高股股票会缓弹 你利用股 你不要杀低 你利用他谈生的 就像我跟你讲那一天 有人又找机器人 哇又来 哇机器人好像复活了 结果你不卖 索罗门 罗生你全部 好可惜 那一天如果你不卖 你还看他媒体还在机器人 机器人 所以各位投资 你自己小心一点 自己小心 不敢说 就较聪明 我跟你讲说真的 高估的股票 盘生上来 主力都在出了 不要骗人 主力都在出货了 没有人要碰那些高估的股票 各位记得我跟你讲的话 人家都拉回到怎么样 低本利比 因为客观税 对高本利比 对 对损益两平的 对小亏的 影响很大 后利变成怎么样 变成 很差 所以高估的股票 主力 连主力自己都吓到了 我跟你讲到这个地方 我只有在我这个节目 我会这样讲 各位我跟你讲 我在58台90台 我很客气 我很客气 我现在都不得罪人了 所以各位 看58台跟90台的投资人 要自求多福 我没办法救你们了 但是我在我自己节目 我要进到救各位投资人 的任务 好 大家来看一下 好 所以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那再来AI伺服器 各位投资人 我今天跟你讲一档股票 你看 你看这一波最强AI伺服器 是哪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反5G大陆的 反5G 为什么大陆会涨 以后再跟你讲 好 所以各位 假股 IBM又上来的 修正完证明 又上来的 所以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我一直跟你讲 这个7块 看好 而且这个7块怎么样 看好又是怎么样 有一档股票 我昨天跟你讲的 1815 你看好 因为 铜箔基板 真的是 GV200跟GV300 需求非常强劲 而且他怎么样 他用的是 更先进的 更高级 所以毛利怎么样 大幅提升 所以也对怎么样 彭博 这一个怎么样 波尖沙 吸球 那这一档股票 刚好低价 所以这一档股票 好你更应该怎么样 误架 各位绝对不会不会错的 不会错的 那只是怎么样 有时候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说不会错 有时候有时候主力 2383有时候主力 他为了骗你们 在这个地方 压低进货来骗你 黄老师一直跟你讲说这个业绩非常好 结果你真的听我的话你去买 但是你要有信心 主力也知道说业绩非常所以故意怎么样压低 就像这个地方我跟你讲主力故意杀低一根长黑 骗你们 这一档股票一样 各位 主力 可能还会用压低进货那如果压低下来各位 千载蓝黄的机会 你绝对不要放弃 然后跟你讲这一档股票错不了的 明年业绩大成长 3044 还有 全球有 42国工厂 这一档股票今天终于怎么样 进到了 QD指标背离 好我帮你改一个 终于出量了 进货 各位 这个讲完我们就休息了 今天进货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光宝国际 错不了的 这个区块错不了的 这个区块 少胖 这个区块再拉高出货 然后再来怎么样 这个区块 也会震荡走高 然后这个区块 等这一波外资投信 调节完了 那 一样 在上场 对 认同黄老师观点 请你赖进来 加入我们行列 今天跟投资朋友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 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订阅周刊加月刊各一年 优代价才1万元 搭配QLED75寸大电视 及五重力太空餐按摩椅 不用五万就可以将超级好理带回家 包含安装及送货费用 机会难得 赶快拨打 026608 2998 万宝带回家 财富就增加 购乎 购义 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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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乱